板桥幼儿园群聚案让连带着这个板桥某社区大楼全数裁减 但是外界很好奇 为什么幼儿园老师夫妻党同样确诊 但他们所住的土城这座大楼却不用用相同的标准全数筛减呢 指挥中心解释说 因为幼儿园老师只有一户感染 而板桥则是有三户不同感染 两处状况不同 处理方式也就不一样 板桥某幼儿园群聚案匡列人数来到2984人 居家隔离人数也有2170人 整个社区进行全数筛减 但外界好奇 为何同样确诊的幼儿园老师夫妻党 他们两人在土城所住的社区大楼却不用比照办理 幼儿园他的老师他们先生 他们在土城某一个大楼 这个部分应该是不一样的状况 他就是一户一户的人 这个有感染 指挥中心表示状况不同 处理方式当然也就不同 因为板桥某社区同栋大楼共有三户六人染疫 才会全面做社区筛减 这一案16129 幼儿园老师夫妻党 他们所住的土城某大楼 则是单纯只有他们这户感染 筛减才会有所差别 就好像像在医院一样 一个病房有一个的时候 我们处理怎么样 那有两个时候 我们就会变整整楼 那第三个再出来就全院了 指挥中心强调 不是每一个个案出现 就代表同一栋大楼就需要全数筛减 另外各国现在面临的 丢查变种病毒入侵威胁 新加坡政府考量潜伏期只有六到八天 因此就将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天数 从14天缩短为10天 但台湾并没有考虑跟进 我们确实也是有这个10天到14天之间 被我们验到或者是有发病的 这个Delta的个案 所以我想我们就这个要缩短这件事情来讲 还是要非常的审慎来考虑 相关的防疫标准外界之一有落差 指挥中心给出答案 就是希望降低大家疑虑 记者陈长林秉舟台北报道